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你说 你不爱种花 因为害怕看见花 一片片的凋落 所以 为了避免一切的结束 你拒绝了所有的开始 晚上好各位朋友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 是顾成的一首小诗 叫做《避免》 今晚要和大家分享 漫画家朱德雍先生的一篇文章 叫做 《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如果你想看到这篇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我小时候一直很不快乐 非常非常不快乐 小时候我觉得 世界不是我的 但我又跑不掉 不管是我有没有能力跑 懂不懂得跑 我都会卡在里面 我去旧妈家 拿一个玻璃杯倒水喝 正要喝 旧妈过来 把杯子拿走 这杯子很薄 很贵的 另换一个很粗 很厚的杯子给我 那种感觉是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 一个人欢迎我 大人对我 没有一丁点信心 我对外面的世界 没有办法 没能力 只能回到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里 一个是画画 一个是虫子 院子里 所有的虫子 我都玩过 那画面 我现在都记得 一个小孩 蹲在墙角 一下子跑到这个墙角 一下子跑到那个墙角 只有在虫子面前 我最自在 因为它们 对我没有威胁感 也不会不接纳我 我不用在它们面前 自卑 我和虫子 是平等的 我看人 像看虫子 大学时 我请同学吃火锅 一边吃 一边放音乐 音乐慢了 它们的筷子也慢了 音乐快了 筷子也快 我就很乐 但我不喜欢人 很难参与人 人已多 我就不是我自己 我像一只海豚 放出一个信号 又弹回来 没有回应 我和世界的交流 是单向的 小学五年级 我和一个同学去邮局 他很自信 跟我讲 你去柜台问一下 那个邮票出来没有 如果没有 什么时候出啊 我却从兜里 掏出十块钱 那时 这是很大的钱 我递给他 这十块钱给你 你不要叫我去问了 他看着我 眼神很奇怪 眼神很奇怪 意思是 你问就好了吗 干嘛给我钱呢 其实掏钱出来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等于说 我承认自己 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你想 一个小孩 太小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切事情告诉你 你是一个很蠢很蠢的小孩 我很自卑 直到去年 我五十三岁 我终于知道 我是亚斯伯格症患者 那一刻起 我原谅了自己 亚斯伯格症是遗传的 我爸爸可能也有 直到亚斯伯格症之后 我和爸爸的关系清晰起来 他从没像一个父亲一样 向我传授人际间的规则 也不会跟小孩坐下来 递给你一杯酒 他永远安安静静 周日放假 他没有应酬 待在我家的院子里 修理所有东西 拖鞋坏了 他修 散坏了 他修 我妈妈一直骂 我们家什么新的东西都不能买 因为所有坏的都被修好了 他从没对我说过 你这个笨猪 也没有逼迫我做过任何事情 他离开之后 我想 他是透过亚斯伯格症 爱我的 我妈妈 却善于用一种 使小孩内疚的方式教育我 我在家住了29年 日式房子的地板 都是架空的 本身就像一个大骨 大年初四早晨 我跟我妈说 我明天要搬出去了 我妈一听 什么 咚咚咚 她从客厅走到后面的厨房 我听她跟我爸说 哎 她说 她明天就要搬出去了 你 你 你赶快去劝劝她呀 爸爸就走到客厅跟我说 你是真的要搬出去吗 我说 对呀 我爸爸说 好 我就听到我妈在后面生气 我 我不是叫你要劝她的吗 所以 我住了29年的家 我只跟他们说了一声 就搬出去了 我结婚完全没有征求他们的任何意见 这就是患亚斯伯格症的好处 结婚班走了 常常很不安 打电话 没人接 我立刻坐三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回去看他们 其实 他们是去打麻将了 我妈妈让我总在内疚之中 我会画漫画 因为小时候受到歧视 让我看清世界的假象 妈妈对小孩的爱 可能是有条件的 而亲情对待你的方式 就是社会对待你的方式 非常现实 老师是正义的化身 往往最不正义 他的外衣 让他可以滥用权力 你没有反抗能力 连表达能力也没有 只有承受 这就是真实发生在 小小的我身上的事 我儿子要上一年级时 我怀着极大的恐惧 担心 我的经验 会在他的身上 重来一遍 小时候 我说话结巴 别人讲一句话三十秒 我讲三分钟 老师说 不管亚斯伯格症多不好 至少 他取代了蠢 如果有时光机器 让我回到小时候 我只想抱一抱小时候的我 我只想抱一抱他 如果有一天 我变成大人 我可能就不会画画了 昨天晚上 我想了很久 我发觉 我没有用漫画捍卫什么 其实 我觉得 我唯一在捍卫的 是我的小时候 我小时候的状态 是真实 我从来不是一个 称职的爸爸 我儿子小的时候 我一天到晚 把他弄哭 我从来不让他 在我的意识里 坐下去开始玩 就是两个小孩的战争 我不但不让他 还吓他 有一次 他哭着去找妈妈 我太太告诉他 其实 你爸爸身体里 住着一个 比你还小的小孩 从那之后 他就没哭过 他说 爸爸 我让着你 因为你比我小 我儿子到现在 都常常让我 他今年22岁 已经变成了大人 可我呢 好像没有变化 我晚上睡觉 只要躺下去 就会想到飞碟 想到飞碟 我就会很心安 很快地睡着了 想象 我在老家的床上 飘起来 全部都是主观镜头 你看到屋顶越来越近 因为你往屋顶飘 你可以感觉到 一层一层一层穿过屋顶 先是墙 然后是甲板 然后是瓦 你就浮到空中 在你家屋顶上飘 飘得越高 视野就越广 因为我常常去飘 有时候我两三岁 有时候我高中 有时候我二十几岁 时间不同 那里的房子 树都不一样 我可以把时间 分成好几层 对别人来说 想象的世界 可能只有他真的闲得没事干 喝了酒 发了呆 才会偶尔出来一下 真实世界 占他百分之九十的人生 我刚好相反 我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把我的世界 弄得丰富有层次 然后我就待在里面 待够了 才出来应付一下外面 这个世界 我是可以带走的 我从台北到北京 我带着他走 我在飞机上 眼睛一闭 就可以进去 我在里面 可以跟猫狗说话 我可以 跟已经失去的东西 和失去的人 重新碰面 碰到面 我们可以对话 我们可以一起 做一些事情 一起走过一条街 所以 外面的世界 只是我肉体 生存的世界而已 to make our lives in need of healing with refu'a shlema the renewal of body the renewal of spirit and let us say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let us say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